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了解TVB高层在获得如此事情的时候非常愤怒 于是便对两个人进行了比较严重的处罚 不但手头的工作暂停 还有可能因此被雪藏 毕竟这种事情在黄欣颖身上发生过 而黄欣颖的下场就是被雪藏 虽然有这消息传解风 但至今仍未有现象 因为TVB高层怕此事件曝光之后受到质疑 所以采取了措施并下令 旗下的艺人不得向往透露这件事情 而偷情的朱志贤也已经躲避在家中不见人了 不过据下他已经向男友谢东敏自首 而男友谢东敏在得知此消息之后感到十分的伤心 心情也是因此大受打击 一向对女友朱志贤都十分好的他 怎么样都不会想到女友背着他出轨 而且最为主要的就是偷使有福之父 而偷情的另外一位主角黎正叶亦是很快的作出回应 不过并没有对外宣扬什么 而是默默的删除了社交网站上与朱志贤合作的照片 而原定于下午出席活动的他亦是临时缺席 所以事件的真实性也是从侧方面的得到了印证 再度出现第二个黄金印 而且场景还是这么的类似 相信他也是已无再翻身的机会 毕竟这种事情是见不得人的 据了解朱志贤入行初期主要是担任 TVB的娱乐新闻台湾粤鱼主持 2016年在这一旅游节目 三日二夜里展现了其丰满的身材 而成为了话题 并获得网民的热碰 同年开始参与剧集的拍摄 2018至2019年分别于旧期同学会 以及白色强人当中单演主要的角色 尤其是白色强人当中的康桥 更是备受关注 成名之后呢 在2016年的时候又担任王牌节目 东张希望的主持 失业的前途可谓是十分的辉煌 然而此时发生这样的事情 想来接下来关于他的一些剧集 都是会受到影响 而与其合作的一些艺人呢 一直会受到连累 朱志贤被传出已经和已婚男星 离正夜恋爱的消息 两个人偷偷优惠的时候呢 让人拍到 当时啊他们都非常的不知所措 在这样的地方还能被拍 让他们大吃一惊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双方都没有回应 离正夜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得起自己的妻子吗 他已经和妻子结婚很多年了 现在妻子还有身影 对得起马上就要出生的宝宝吗 离正夜和朱志贤 优惠的地方呢 非常隐秘 他们选在了山间小树林当中 春天到了 也是该到小树林当中逛一逛了 离正夜和朱志贤在剧组中相许 他们在之间的感情呢 因为演戏的时候夹旋的 虽然表面上是好朋友 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私底下竟然还有这样的关系 虽然当时的离正夜解释到 他们是在对戏 当时在这样的地方被发现 你说对戏谁会相信呢 两个人这样的做法 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 妻子怀着身孕 你不在家好好陪伴 竟然还有闲心出美优惠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离正夜虽然出演过电视剧 但是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 在2016年参加的香港先生当中 获得冠军 这才走向了大家的饰演当中 近期二人在一部新剧当中饰演情侣 虽然当时你已经解释 是在对戏 为什么现在这样的地方呢 这就是让大家不得不多想了 难道是假期真做 才能更深刻的入戏吗 难道就不可以换一个地方见吗 虽然当时要什么都没有发生 只是在吃蛋糕 但也会引起大家的猜疑 离正夜与朱自贤的暧昧 其实也是有着前吹之剑 事关在圈内离正夜长得十分相似的 李润婷曾经一出轨偷食 圈内不少艺人长得相似 每当丑闻发生时 都需要再次变人身份 不少的艺人都调侃 长得像是一个错 不过此次就不能再这么说了 离正夜与李润婷 两个人一直以来都须被称作似 撕散多年的兄弟 将两个人的合照方出 是不是一下子就难以辨认真身了呢 不过两个人不仅仅是长得像 此次爆出的绯闻 也是极为相似 不少网友都会疑惑 李润婷是何方人业 其实李润婷早年间 亦是十分出名的主播 在TVB的发展亦是十分的顺利 不过李润婷在感情上却不老实 2016年李润婷被爆出 背着结婚五年的太太 勾搭上了人妻迪弗尼 当时李润婷一出没认错 无限给了极大的宽恕 遭到了一段时间血藏之后 再一次重出江湖 亦有不少的粉丝支持 不过之后没多久 李润婷便被爆出了 和提福尼藕断丝连 两个人当年并没有斩断情思 再次犯错的李润婷 即刻被无限解约 而此次的李正业的绯闻 就不知道无限会怎么处理呢 毕竟在机场特警当中的表现还不错 加上新剧 许脑丧逼 亦是主角 只能说顺在娱乐圈 不能有任何犯错的机会 港南李正业与港界朱志贤 在车中私会吃蛋糕 成为了焦点所在 而在李正业之前 TVB艺人陈光耀的家庭婚姻风波 仍是在加热当中 陈光耀相较于李正业 诸志贤名气更低 不过他与现任妻子杨思雅 在一段两年的婚姻当中 日前被发妻踢爆是重婚 也就是说陈光耀 是在尚未与原来的妻子离婚的情况下 又与现任妻子杨思雅结婚 在事情曝光之后 杨思雅不低调就算了 还指责对方修改了结婚证书 直言对方并没有为陈光耀生女儿 面对种种的不实的指责 陈光耀的原配妻子 不得不出来又成亲 并且晒出了女儿的出生制 希望能还自己一个清白与公道 陈光耀在TVB并不算什么知名的艺人 她的知名度还不宜现任 33岁的妻子杨思雅 而陈光耀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掀起话题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是与事情的本身有话题性 另外也在杨思雅身上的话题 也有着不关 杨思雅是2012年落选港界 落选之后与TVB签约成为艺人 在TVB的发展有限 剧中出演的大多数都是贤绝 2015年她因为在节目当中宣传自己的生意被血藏 2016年就离潮了 离潮之后杨思雅的话题性不断 在节目当中已出位大胆的话题迎起关注 并还在节目当中揭露了其他艺人的隐私 私底下她又开一首成人玩具店 经常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宣传照 所以还是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杨思雅在2017年年底 与同是TVB艺讯班出身的艺人陈光耀结婚 之后还为对方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一家思考看似相当幸福美满 而日前的陈光耀就收到了原配妻子的指控 指责她是重婚 对方声称在2017年11月22日就与陈光耀结婚了 并且还为对方生了一个女儿 面对这样的指控杨思雅当然就是坐不住了 很快的她就公开了驳斥对方 执言自己结婚的时候 陈光耀就已经与对方离婚 并指责对方是私自修改了结婚证书 将2012年结婚的时间改成了2017年 而对于陈光耀与对方所生的女儿 陈光耀也是不肯承认是自己的女儿 生成是亲戚的孩子 总之杨思雅这一方 就是以一副很在理的姿态 来驳斥陈光耀的发妻 如果杨思雅说的都是真话 也许也如果是陈光耀的发妻 手上没有证明 自己说的都是胡话 可能这件事情就此到此为止了 而陈光耀的发妻 在听了杨思雅的一般驳斥之后 被感委屈和伤心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日前她又站出来了 并公开了女儿的出生证明 以实质的证据 驳斥了对方的污蔑 陈光耀的发妻公开表示 自己原本只是打算 公开丈夫是重婚就算了 没有想到对方的叫人 还咄咄相逼 尤其是举责她赚改婚姻证书 且不承认女儿 这个让她非常受不了 因为赚改文书是很大的罪名 她不愿承受污点 陈光耀的发妻表示 2019年10月的时候 才正式的向陈光耀提出离婚 并不是杨思雅所说的 在2012年就已经提出离婚 事实上 陈光耀在早前采访时 曾经说漏嘴 自己是在2020年初 才正式的与前妻离婚 如此而言 那么她的确是重婚了 至于在已婚的情况下 她又是怎样与杨思雅结婚的 这个呢 就不得而知了 如今陈光耀的发妻 已经正式的与陈光耀离婚 女儿归女方 男方需要负责扶养费 其实陈光耀发妻的 这一连串所作所为 也是让很多人不解的地方 比如她为何要在离婚之后 才公开陈光耀重婚 重点是她公开了陈光耀重婚 但是又不打算提告对方 甚至还表示 若不是杨思雅太过咄咄逼人 她也不想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所以这位发妻公开的动机 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最终这位发妻也没有指控陈光耀 更表示自己不想与陈光耀 做不成朋友 虽然对方浪费了自己十年的青春 但毕竟相识一场 事实胜于雄辩 陈光耀也好 杨思雅也好 在正确面前呢 也应该是无话可说 关于女儿是不是陈光耀的 有出生证明 能够证实 再不验DNA也是一个好办法 而陈光耀和时与发妻结婚 这个争论 其实也是可以查证的 只要是合法登记 既然什么都能查证 那就是说 陈光耀发妻所说的 如果杨思雅想要证明 自己说的是真话 那就相关机构 拿出进一步的证据来说话 而不是口说无凭 凭造事实 就算机构的练习